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天是王子要讲这个时候 我觉得天哪 我说这不是好久以前的事吗 我就觉得好像隔好久了 终于又要再来聊 就是我们上一次讲了六个星座 那这一次呢 我们要讲 上次是三月十五号 一个月前 对一个月前 那这一次呢 我们要讲天平天蝎 射手摩羯水瓶跟双鱼 也就是说呢 从母羊开始到 对对不起 从白羊开始到处女 是上一次三月十五号节目当中讲的 对对 好 那所以先来讲 这个先请王子来跟我们说 我们策划这个主题的原因是什么 其实我觉得 赞金学他们本来就有一个空间概念 那空间概念来自于 比如说我在宇宙中出生 那我在这个宇宙的地位在什么地方 但是我在这个地表出生 我在这个地方 在这个地表 又具有什么样的空间概念 所以我们就把这空间概念做一些思考 而且那旅行也是一些也是一个空间概念 那所以这是我们谈到 比如在宇宙有十二个宫 十二宫本来谈到不同的 不同的环境的位置 那旅行也是一个环境的位置 那这个是一个 你我们这辈子可能 呃旅行的重要目的 也是为了让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世界的不同嘛 那也许也可以让我们在这个 在我们在增强我们人生的时候很多的生活哲学 那所以透过这些生活哲学让我们看到 哦原来我我并不孤单 或者是原来哦 我我想的太多了 或是哦原来我这么渺小 或者我才因为透过这些事情才看到别人的苦痛 才发现我其实很幸福了 所以我们也希望旅行能够带来更大的意义 好不是说今天就是上车睡觉下车尿尿好就这样子 嗯然后可能就这样子 这样的话旅行是没有意义的嘛 应该我们要去找到一个对我们来说 我们最想去的地方 比如你想去南极跟北极 OK也是很好的 比如我前几天碰到一个长辈 嗯八十几岁了 八十六岁左右吧 才刚去北极圈回来 嗯所以你可以知道说南 然后南极圈是他四年前去过 做南极的那个船 好然后去四年前去过 所以你知道对他们来说 呃即使到了这个岁数 他有很多想要去去做的 去满足生活中的一些呃 想望啊 我觉得旅行也是一种想望 让我们暂时可以摆脱一个呃 现在的这个空间的困境 有时候到外头去重新看待自己的时候 嗯 会发现自己其实很不一样 所以我们在教自己在教占星的时候 也会讲说 我们有些时候从不同的角度来重新看到自己 嗯 所以有些时候一个人出国了 他可能他他可能整个状态都改变了 嗯啊 所以我觉得我们可以呃 我就试着去思考了那我们就找到一个方向 嗯 来来找到一个我们这辈子可能不同星座最适合要去哪个方向去旅行 嗯 那但有不同的意义吗 那可能有有些不同的角度的观察 嗯好 好那我们就开始从天平说起啊 啊天平座哦适合做什么样的旅行 其实天平座蛮喜欢跟别人互动啊交流的那呃很多时候呃 天平座在面对生活中的很多事情需要透过跟别人交流来发现自己不足够的或者是需要从这边找到平衡的地方 有些跟别人聊完天的时候是可能就平衡了那所以我们呃 天平座刚好经历呃不讲经历他人生当中非常需要的去看到的是呃人的处境甚至说可以改变不同的不同的方向 所以他跟交流有很大的关系 所以他所以我们可以建议他要不要去进行的旅行可能跟交流的交流环境有关 那在交流这个概念上有很多意义 比如路网的交流啊路网啊道路的交流 那那但是这个交流概念比较倾向于是呃一分为二二分为四啊四分为八就是他的分散概念分散出去的概念 他不是融合起来的概念他比较不是贿赂的概念他是分散出去的概念 所以他更像交界的概念就是我们经过这个交界点天平座很喜欢那种两两条道路啊 为什么想想两条道路因为对他来说就是个选择困难好所以可是呢你会发现说其实两条路在走他还是有他自己的走法 所以我们在讲交流的概念告诉你说即使是两条不同道路行进那他还是可以不太一样 比如我们建议的地方就会有很多比如假设我就觉得说呃那个两河流域啊 因为那个美索布达米亚平原来说那两条河他聚集了呃聚集了呃到一个点就分开之后呢 他养成了泛滥之后呢就把这个美索布达米亚平原就养育成一个非常富饶的一个环境 那在英学而且他是也是呃四千呃四千多年来他这是算是最早的人类文明的开始啊是在这个地方嘛 所以我们建议去看看这边然后呢可以看到那个河跟河就分开的感觉 那很多比如长江流域有非常多那个河就把分开了好就分开了然后或者是河在在那个呃在汇集起来啊都是可以的他他都有那种所谓的那种交融或交换的那种意义啊 所以就我觉得这个这个几个地方还不错那但交流还包含学习嘛嗯所以图书馆好就建议很多图书馆所以譬如说很有些很有些图书馆很漂亮漂亮的不得了 譬如说纽约的摩根图书馆还是博物馆他就很漂亮然后德国有一个司徒加特市立图书馆也很漂亮啊那个那个整个建筑的质感是很不同的哦那我就去看一看而且因为他具有文化因为天命座本身具有文化的内涵嗯 那这些文化内涵其实他需要一些美丽的事物来看啊甚至包含捷克的呃斯特拉霍夫修道院图书馆嗯好那这一点也有古老的风味你知道听没说最喜欢什么书最喜欢金庄书 非常爱金庄书他们对金庄书非常非常的喜爱硬壳书非常喜爱就很喜欢外表对 因为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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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所以徒书馆来说是一个选择好那我们干脚交界处比如两两个合汇集出来的文化的环境说呃 没有到不达米亚平原啊长江流域啊还有什么圆环嗯圆环是也是车流进来再出去进来再出去所以他也是一个交换交流的概念啊最有名的圆环是哪里就凯旋门那个吗凯旋门啊对啊对啊对啊最有名的圆环啊 那剛好凱旋門又是一個景點啊 正好去看看 我覺得就很適合 當然不要說我們去仁愛路圓環啊 哈哈哈哈 那這輩子竟然經過還ok啦 凱旋門的圓環真的是 真的是 只剃圍觀止耶 你看那個像那個什麼 之前金奴里維延的那個 他的最後一集 那個叫什麼 那個那個什麼 對對對的最後一集 裡面在那個凱旋門圓環那邊 拍的那個追逐車輛追逐的戲真是拍的 完全把那個凱旋門的那個 狀狀觀感給拍拍攝出來 對對對 還有一個是澳洲坎培拉國會的國會圓環 還是國會在正中間 還有一個圓環 也是也是很壯大 對對對 如果中間有一個建築物的圓環像我們 其實仁愛路圓環 仁愛路圓環是小圓環啊 那如果中間有一個建築物 有一個國會大樓在裡面 一個建築物在裡面 那個圓環有多大 那那種感覺那種壯觀的感覺 天文宇宙其實是應該看這種交流的感覺之外 還有一個格林威治天文台 應該要去看看 第一個他跟我們所謂的宇宙世界時間 有很大的關係之外 還有一個格林威治天文台 像天文各自天文台 我就不是格林威治天文台 有名的天文台如果可以參觀 都可以去看一下 因為他在看的是什麼 我們跟宇宙的交流 他也是有這樣的宇宙跟宇宙交流的概念 另外一個跟交流一定跟交通有關係 所以跟車子互動的環境也有關係 好譬如說有一些汽車大廠 好譬如說B&W他講的不是藍色白色 他講的是巴伐利亞汽車製造廠 好所以你可以去巴伐利亞去看 去看一下那個B&W 我想沒有去廣告意思 比如說B&W你喜歡這個車子 好那你去看看車廠 德國去看看 這是一個 還有一個著名的製造車子環境 最有名的就是底特律嘛 底特律就是汽車之都嘛 他們很多工廠都在那裡嘛 或者是我一個好朋友開的計程車博物館 你可以去看一看嘛對不對 這也不錯嘛 然後呢還有迷宮 迷宮我們之前曾經談到過 但是在這邊的迷宮概念不是 他是因為迷宮本身就是 路径交流跟匯集的意思 好路径本身交流跟匯集的意思 是符合天秤座概念的 所以他不是不一定說 一定要到一個什麼樣的公園 就是迷宮這件事情 對天秤座人是讓他沉迷的 好讓他沉迷的 那或者是說一些很著名的高速公路 很有名的一些高速公路 那個路網或交流道 好這些都不說以外 還有一個非常重要運河 因為運河也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交流 那最有名的運河 當然就是蘇伊士蘇伊士運河嘛 蘇伊士運河因為他是兩個高低不同的環境 高低差不同的環境 然後要逐漸的往上或往下走 所以他必須要經過非常多的閘門 好讓水可以升上升下降 上升下降 這件事情本身就符合天秤座的那種 自我人生在這一輩子面對 許多平衡的概念 所以我剛好我們剛剛講路網的選擇的時候 那選擇的概念 那你發現說其實不管做什麼選擇 路還是可以繼續走 沒有沒有因為選擇不同 不好不對的事情 或者說你覺得差一點點的事情之後 路就走不下去了 沒有 其實我們來講 藉由這個方式來讓天秤座人知道說 人生有很多的道路可以前進 運河也太多了 魏尼斯大運河也該去看看吧 魏尼斯本身就是運河啊 魏尼斯那個城鎮本身是運河 你那整個城鎮都湊在水裡面 還有阿姆斯大安也是嘛 阿姆斯大運河也是 還有一個很棒的 多腦河運河 多腦河運河 有一小段運河也不錯 這就是我覺得 這天秤座需要透過這個來找到 自己的人生的平衡點 你發現說其實選哪一條路都能走 我們幹嘛執著哪一條多好或多棒 其實只要你想過想去做事情 所以天秤座來說都可以是成功的道路 這樣就好了好那接下來我們就看看天蠍座 天蠍座很有意思 天蠍座可以聊很多 其他天蠍座幾乎不用聊天蠍座可以聊很多 為什麼天蠍座都可以旅行的環境太多了 為什麼其實對天蠍座他真的需要旅行 因為天蠍座不注意旅行 他永遠只是在一個狹隘的角度 一個一個蝎子只躲在一個沙丘的洞穴裡面 等待獵物的到來 還不如積極去到世界去找尋獵物的存在 是不是我覺得還比較重要 那天蠍座必須要透過旅行 才看到這個世界的不同 那很多天蠍座都不怎麼出去旅行是不好的 因為出去旅行會發現其實生活就這樣嘛 而且對於他來說有很多有意思 因為我們談到對於天蠍座來說旅行的目的 我們談到我們剛剛談的交流嘛 那對他來說是安全的概念 什麼叫安全的概念 因為天蠍座天蠍座這輩子在尋求安全感 那他在安全感同時必須要想到 如何為自己爭取得到那個安全感 所以有很多環境 他的旅行環境跟安全的環境是有關係的 那譬如說 有些當然不是 但是有些是跟水有關 但是有一些安全的概念 譬如說最簡單就是洞穴 洞穴那是為了安全 這個也是有很多很漂亮的洞穴啊 譬如說那個 那什麼那個南海也是一個洞穴為什麼他保護自己嘛 還有一個還有一個概念是什麼呢就是要塞 要塞概念譬如城堡 好城堡概念那城堡太多了 那麼多城堡你可以去選擇吧 還有一個萬里長城 為什麼 因為萬里長城是圍起來讓我們感到安全 所以這個圍起來讓我們感到安全的地方 或是盆地 好這種地方就很適合 除了這以外當然還有別的 因為對他們來說跟水有關的地方還蠻多的 也都蠻適合他們的 好譬如說瀑布 好想到瀑布就多了 嗯 你想要瀑布你先想到什麼 尼加拉瓜大瀑布 我們好像只能想到這個了對不對 尼加拉瓜大瀑布 還有阿根提的伊瓜酥瀑布 對 也是不錯的 對 還有一個海灣 因為海灣就是被保護的感覺 是安全的感覺 是一種一種停泊的那種安全港的那種感覺 只要三面環路 好這種海灣都不錯嘛 很遠名譬如說芬蘭灣啊 對不對 還有我們有渤海灣啊 舊金山 舊金山灣啊 波羅的海灣啊 也是一樣 所以這些都是因為 他那個環境本身具有一個安全保護的意義的存在 就符合他們這個所謂安全的概念 當然還有很多啦 因為很多地方都還蠻不錯的 好等一下回來我們就繼續講天蠍座 天蠍座可以去的地方好多 而且看起來也都好好玩 好帶回來繼續哦 今天我們一同給Lucky聊一下十二星座 一生一定要做的一種旅行哦 星星王子在現場 那個天蠍座我們剛剛講到一半 對我們講海灣啊 就是一個很多很多海灣 你去上網查很多 有一個專門有海灣旅行 海灣旅行就是整個灣啊 從頭灣到尾就玩完了 剛好就可能三五天就結束了 有這種的啊你說一個海灣能玩什麼嗎 你說芬蘭灣多大啊 芬蘭灣很大耶 好 不過海灣也很大耶 一個海灣海很大 很多地方很多都有很多地方 距林山灣還好啦 可是其他很多灣很大 潑蘭灣的海的灣也是非常大 好 所以就可以玩的東西很多啊 好 再一個就是分水嶺 分水嶺就像說一個山在那個地方 一個水經過它啪變兩個 嗯 好這樣完全分開 跟剛剛天蠍座的概念有一點不太相同 因為天蠍座的概念是 兩個河流可以在這邊交會的目的 要是要交流的概念 可是在那不是分水 因為分開之後 這件事情其實對他來說 會有一個不同的那種人生的看觀點 好不太一樣 所以這有很多地方 比如說你看洛基山脈就很適合去看 因為洛基山脈本身就是一個 河道那邊就啪變兩條路了 而且是各走各的道路了 另外呢我想各的各的道路是極端的 因為跟天蠍座那種走的 還從一個地方出去的感覺是不太相同的 所以他比較是極端的概念 譬如日本有一個非常有趣的地方 我上網查這些資料才查到 他覺得很好玩 齊富縣呢有一個 齊富縣的郡上市有一個分水嶺公園 他到那個地方之後呢 兩條河那個河啊會到不同的道路 一個跑到一個跑到日本海吧 一個跑到太平洋 就完全走不同的道路 到那邊就分開了 有一個遠遠去的一個分水嶺公園 還有一些我們常常看到陰陽海 都是這種的都是比較屬於這種極端的 那種區塊的 就是屬於天蠍座 天蠍座就比較極端的 不像天蠍座是找到平衡點 跟融合概念的 另外一些山谷的盆地 這也很多 這歐洲就一大堆 山下面哇一個小村莊 或者小村莊也都不錯 台北盆地也是嘛 很多很多盆地都可以看一下 這也是一樣 然後在一些著名的碼頭 譬如說當然最有名的就是 舊金山魚人碼頭嘛 淡水也有一個魚人碼頭啦 但是日本還有虛賀 那個橫虛賀軍港 這也是蠻值得去看的 一些本來就可以參觀的地方嘛 還有陸特丹港 就全世界蠻重要的一個港口 還有香港一個灣仔碼頭啊 都是蠻適合去看 就很多碼頭可以去看一看 著名的一些碼頭去走走去看看 那再來就是什麼 井啊對不起 我們講碼頭 為什麼碼頭跟安全有關 因為就是停靠港 停靠就是安全的港灣的概念 傳在大風當然飄移的過程當中 你知道天空座的內心當中 都覺得自己的靈魂是孤獨飄蕩的 他需要一個安全的港灣 靠靠向那個安全港灣的感覺 所以為什麼要去看 叫你去看碼頭 因為碼頭上面 你看船井 然後有一些排列者 就是那種安全的感覺 他覺得好 了解了好 你要了解 多了解他一下 嗯 哦 好 嗯 哈哈哈哈 什麼表情 是的 天蠍座很難說服啊 對 沒關係 他們就是很堅持 他如果今天就是 比如說他要去哪一個地方玩 他就堅持每年都要去那個地方玩 是 然後呢 比如說要去哪一間餐廳吃飯 他就堅持就要一直在那間餐廳 沒關係 他這位子有去過去 該去的地方就好了 無法改變 無法改變 因為他們是固定星座成員 無法改變 然後 對會生氣的 所以呢 我就 算了好 那我們再介紹其他地方給 其他願意聽話的聽言作曲 對對對 一些浮潛的地方 馬爾地夫 我就一直說 馬爾地夫再不去 他就不見了 為什麼 馬爾地夫還有帛琉 帛琉我去 我真的好喜歡 博物 為什麼講可以浮潛的地方 是安全的地方 因為你想想看那個地方 整個地方是生物的物種 非常的複雜 非常的多 代表每一個那個環境是多到所有的 其實大部分的生物都可以在那邊 建構家庭的感覺 那建構家庭就是一個安全的意思嘛 所以我們剛才會談到井這個事情 因為井也是一個安全的環境 因為我們你看我們過去很多都是依著水源 但沒有水我們就挖嘛 所以你看很多譬如說以客家的古 很古老的那種房子的那個 那個來看正中間就是水井 所以水井有很重要的意義 水井在一個環境跟文化來說 也帶來很大的影響 譬如說有些重要的井啊 最有名譬如說 北京有個王府井 那個井 就值得去看一下 算是拍個照就是一個岩洞嘛 就這樣子 可是有時候你應該走一走 這個是調劑用井啊 但整個地方沒有 浮潛的地方我覺得很適合 還有一個非常大的一些購物中心 可以去走走嘛 這裡值得去看 就是啊 這萬物的聚集啊 聚在一起的感覺 你說東西很多站在那邊 你就像倉庫一樣 覺得安全感一樣 還有黃金海岸也是 一整個很漂亮的海岸這種 很多 義大利也是一樣 義大利也有一整條非常漂亮的海岸 也可以去看一看 那其實法國南部 南法也是嘛 也有 我們剛講萬里長者還有一些要塞 甚至一些沼澤 因為沼澤是生物 也是一樣就是 那個整個地方 譬如亞馬遜河也是一樣 因為整個地方就是物種非常複雜的環境 所以我們講大家可以在那邊 伸展出來 就像是一個家的建構的意思 你笑的意思 你看到一下不會去的地方 對不對 不是啊 沒有 我只是覺得他們可以 他們適合他們去的地方好多 好多地方 一些農場 農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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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農產品市集 很好玩 歐洲真的很好玩 他們的 對 尤其我覺得說 我完全推薦那個聖誕節去 聖誕市集 真的是 歐洲到處都有 而且到處都有 所以你去那個地方都可以看到 而且那是一整個月耶 嗯 一整個月 那我也是跟我太太一塊去到那個 因斯布克 呃 奧地利 然後再到慕尼黑 哇 什麼地方都是聖誕市集 嗯 到處都是聖誕市集 請問你們有帶小孩嗎 沒有 那時候已經有小孩了嗎 有小孩啊 那請問小孩在哪 小孩長很大 他可以自己上學啊 多大 大 呃 高中啊 哦那所以前兩年 對啊 就是疫情前的事情 哦那還好 那還好 沒有總覺得你們過得很滋潤 你知道嗎 你們這對夫妻 沒有我都一直覺得我水深火熱 好繼續繼續 還有一些很有趣的 像譬如說 呃那個去一些五大湖區 五大湖區 對或者是去沙漠的綠洲 其實沙漠也蠻適合天天座區 好因為天天座本身 他就是跟沙漠有關的環境 所以他可以去看看沙漠 去看自己原生地在哪裡 不是開玩笑 鞋子的原生地 沙漠來 對對對 還有一些我們講 回去記住啊 哈哈哈哈 要那個要記得 要記得自己的 是哪來的 從哪來的 對對對 沒有啦 再來就是海洋的旅遊 最早應該是從海裡來的 對對對 因為沙漠 對啊海洋旅遊 海洋旅遊很多 我們譬如說 坐遊輪嘛 遊輪旅行已經 已經是一種選擇了 一種旅行的方式的選擇了 好一些古堡 我們剛剛講過 還有博物館 因為博物館呢 本身這個環境呢 就有那種古老的 很多的那種 這個 這個歷史的氛圍 好那對天天座有時候 其實回頭看到這些歷史的氛圍 他心裡面就會一些 有一些看到一些 看到一些事物 也會有心有七七焉啊 所以你知道天天座 內心當中有很多那種 那種感覺 靈魂動蕩感非常強烈 所以看到博物館這些事情 的過去過往 曾經啊 那個曾經感 大家覺得非常非常的 這個 可以讓他定下心來 去感受那個感受 好 然後再來什麼呢 一些非洲大草原 或是海參館 水族館 這些都非常適合 天天座 天座好像沒什麼地方不適合 我看到現在 沒什麼地方不適合 可是他還蠻 對啊 也不是說全部世界都可以去 就是我們講的是這幾個概念 如果說跟其他的那個星座 比起來的話 他是比較廣納 然後大概有哪些 比如說你之前有講到的 但是你在 等一下就沒有特別提到 好像就是比較擁擠 對 的都市啊 都會啊 絕對沒有 或是比較人工的地方 就沒有 就比較天然的地方 天然 人工也有人工 譬如說萬里長城 或者是古堡要塞 萬里長城 我都已經快要覺得 他不是人工 他就是一個礦式巨座啊 擺在那邊 他已經是那個 他已經是那個文化遺產了 事物化遺產 這個好 那我們就進入到射手座 射手座 射手座有趣嗎 射手座很有趣 就是只有幾個地方 玩得比較很有趣 玩得比較很有趣 對 他們好像能去 就是適合他們去 應該是說 這個他們去會 可是問題是 你原本是說 就是這個十二星座 你是認為說 這個都去這些地方 對他的人生會有一些幫助 是擴展 擴展生活 射手座還需要這些嗎 要要要 還是需要 有些射手座很狹隘的 沒有出去過的 好我們來看看射手座 適合 樂趣的 概念 任何地方你覺得有樂趣 都可以去 射手座是這樣子 射手座那麼自在 就讓他去跳 因為射 第一個射手座在 三星學的原生 的意義當中 原始的意義當中 就是跟旅行有關 嗯 所以對他說旅行 本身就是他的 生活當中 這一輩子最必須 要做的事情 嗯 所以那去任何地方旅行 我都覺得都可以 他就是應該出去旅行 但是有些星座 有些地方必須要去開一開 但對於社會主來說 他旅行他就很開心了 就旅行就可以了 沒關係 就可以讓自己 去到處走走 而且我完全建議什麼 社會主旅行第一次 一定要跟團 因為你跟團 才知道不自由的感覺 然後你才會知道 以後自己去玩 才有那種自由型的感覺 才會越來越開心 所以一定要先不自由 才會自由 因為自由概念 相對於他必須要有一個 比較的幾概概念出現吧 所以你知道 樂趣的概念 對社會主義來說很重要 第一個很重要 就是度假中 任何度假勝地 度假勝地 度假村 對那你就知道旅行 很多旅行的目的 就是為了度假嘛 對 所以任何的度假的勝地 你看我都沒有寫什麼地方 我大概就只寫環境大概的概念 好 但是還是有些地方不太一樣 因為我們講這個樂趣 包含樂趣嗜好 它跟嗜好有關 生活的一些嗜好有關 那你還有一些戲劇 跟戲劇有關係 比如說好萊塢 或者百老會 尤其是百老會 各式各樣的劇院 對對對 各劇院 因為百老會有很多常年劇 比如說貓啊 或者那個孤廚 孤廚類啊 孤廚類啊 孤廚類對嗎 孤廚類啊 好這些常年劇跟就是就是那個戲就只不過只演這個戲 那個戲院只演這個戲好 就這樣子去看一看去走一走 因為當你去看那個那個每一天都在演的那種盛大跟專業的感覺的時候 或是不會 會不太相同啊 所以一些劇院也可以去 還有一個就雖然現在沒有 但以前古時候試的都可以值得去那邊經濟館 經濟館 對羅馬經濟館 對羅馬經濟館 你看那個盛大的感覺 那個應該去走走 還有一個非常重要 因為樂趣嗜好這些東西還包含了一些 跟金錢關係 你要有錢才能去做這些消費 而且這個作品本身對這些環境都很好奇 你要是聽人家講華爾街 為什麼不去看看 為什麼不去看華爾街那隻牛呢 對不對 去走走去看看華爾街 就是各地的金融中心 金融重鎮 新加坡也有啊 以前香港也有啊 對不對 你是香港已經的匯豐大樓 你看看他的壯觀 都是好的 好就去這地方 因為他跟經濟有關 跟金融環境有關 也是有 還有一個皇宮 跟王有關 跟國王有關的 跟王者有關的 沒有 有些有些環境 皇宮去看看 皇宮有很多意義啊 比如說以前紫禁城 嗯 這也是皇宮 好 那南京 南京曾經也有王 不是說中華民國以外 其他的 其他的也有人定住在那裡 沒有明朝 最早也是定住在南京 所以南京也有一個 呃 皇宮 去看那些皇宮 泰國的皇宮 泰國的皇宮 然後那個英國的皇宮 什麼皇宮 有皇宮的地方 過去有皇宮 好像現在的皇宮 都可以去看看之外 還有到目前為止 還是國王有王者在統治的國家 好 譬如泰國 泰王啊 英國算 英國也是啊 嗯 還有王國的統治 嗯 這些這些國家 就去看看去走走 嗯 為什麼因為這種啊 對他們來說 為什麼要講 因為對他們來看 有點那種想要 統靈跟統御天下的概念 所以也會跟這個所謂的 社會想要去旅行 看到的環境不同有關 好 再來一些古王朝宮殿 我們剛剛講到 還有這個最棒的 這個社會最愛了 博弈勝地 拉斯維加斯 澳門 任何地方 那麼可以公開博弈的地方 就就可以 然後我最喜歡 還有大型賽事 大型賽事也是跟博弈有關嗎 有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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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關係 大型賽事跟樂趣嗜好有關 運動嘛 休閒嘛 社長本身喜歡那些東西 我還建議什麼 就是說 大這些大型賽事 不要處在邊邊角角 请你坐在第一排 坐在正前方 好那种那种最重要的那个席位 那个地方 怎么样你都要去看一下 比如那个大联盟的棒球赛 对不对 或者是那个那个美国 那个那个篮球赛 好你去看最前面 最前面的位置 然后去看他比赛 现场比赛那种感觉 对社会主义来说 那个是兴奋感 哇好开心啊 好那个那个感觉 会让他念念不忘 好所以这些都蛮适合去看 还有一个马戏团 有很多啊 比如俄罗斯有马戏团 对很多地方都有马戏团 对好去看看 好射手座的好好有趣 再来我们看看摩羯座 摩羯座跟还是跟工作有关 我也是很麻烦 摩羯座是任何时候 他都要跟工作有关 就他其实出去玩 要看着看 看跟工作有关的环境 比如别人怎么工作的 好因为其中 我觉得最有趣的是 观光工厂啊 对不对最有趣的 观光工厂不是只有台湾有 因为台湾观光工厂的目的 是为了那些小小学生 DIY 对对对 DIY之外还有一个去 刚好是他们有教课 课外教学的时候 教学可以学习 去看看 学雨伞的制程啦 铅笔的制程啦 你去过那个 有啊 谁没去过啊 有小孩谁没去过 铅笔工厂啊 那么大啊 每个小学生都要去的地方 还有蜡笔工厂啊 蜡笔工厂 铅笔工厂都有啊 好的好 观光工厂 就是我休息要看别人怎么工作 看圈子啊 再一个 著名人物的工作室 这蛮有意思 他怎么画的 比如说 宫崎俊 他怎么画 他怎么画下来 比如山英博物馆 就是其中一个 那其实当然还有一些别的博物 别的一些博物馆 比如说华纳兄弟 比如说迪士尼 迪士尼 他们的工作室工作坊 他们就把那个工作环境弄下来 好几个地方 那结果山英博物馆是其中 对我们觉得 我们就蛮去过 我去看我 我曾经去看过 就看到宫崎俊的一个 曾经工作室的一个角落 他画画的地方 所以就原 原封不动放在那个地方 蛮有风味 是你会看到哇 别人这么努力工作 我好像太渺小了 我好像还要再回去 就一直在努力工作才行 好不好 好 还有些名人的住家 对 像比伏利山庄 对 去看别人怎么住这些豪宅 野心要拿出来 我才可以知道 我的未来要朝向哪里前进 这对摩羯 摩羯主导说 太重要了 是不是 还有各地的食品市长 这个也很多 所以像什么竹地啊 竹地啊 对对对对对对对 为什么 我们是去吃 他们是去看别人工作吗 真的还假的 摩羯做什么 都工作可以给他吗 就算旅行当中看别人工作 也有启发 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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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议同Galucky 我们来聊聊十二星座 一定要来的一场特殊的旅行 新王子刚刚我们聊到摩羯座 讲到这个食品工厂 食品市场 各式各样好多哦 其实后来你看 这个在欧洲就非常多 你看西班牙巴塞隆纳 伯克利亚市场 那是很大的市场 非常大 然后就很多的 就是你看到很多那种 我看到农产品啊 你知道他们就要香肠就很多吧 香肠啊 这种腌制品 腌肉啊 西班牙最有名是他的火 生活腿啊 对很多很多之外呢 还有比如说竹地 我们刚讲的竹地很重要 还有纽约联合广场农夫市场 泰国还有奥多哥市场 还有图克加图克 图克加图克 对对对对对 图克也是 那个逃大那进去就迷路的 迷路对对对 那个市集 还有一个公共浴室啊 公共浴室比较奇怪一点 为什么 尤其公共浴室的目的 比较倾向于是 大家工作 然后累完之后洗个澡 一起洗澡的感觉 因为这个从罗马开始就有了 罗马浴场嘛 对 我们先看那个有一个 有一个演员 阿布瓜 一直跑来跑去 那部蛮好笑的 蛮好笑的 蛮好笑的 然后呢 还有人在就是说 像英国巴斯 他就把罗马浴场的概念 放进现代的概念里面 所以他现在还有 对 还有一个就是匈牙利宫殿浴场 但是有一个是土耳其浴马 也是一种概念 土耳其也是土耳其浴 也是休息完 去除劳累的时候 土耳其的 土耳其的方式也是这样子 所以土耳其还有一个 艾菲索斯遗迹 它是个浴场的遗迹 那日本当然最多了 潜汤 温泉 是最多了 好 再来我们要赶快 加速不到十分钟 我们要讲宝瓶跟双鱼 水瓶座的概念 比较其他对立 相对的概念 所以很多是什么 古老我们就不要再去那种城市的 去古老存账之外 还有古战场 古战场 古战场就是古老那种对立的环境 为什么要对立 因为第一个先谈到 水瓶座本身在个性上来看 喜欢跟别人唱反调 唱反调就是种对立 所以我跟那刚刚说话说 你这种对立 如果你拿捏不好 就是战争 但战争造成伤害很大 会有很多的问题 比如说古战场 日本的其赴官之园古战场 还有比利时的华铁卢 那你知道华铁卢 就是那个 拿破仁嘛 还有希腊的马拉松平原 就三百壮士 那个斯巴达 战士人嘛 斯巴达他们那个是在这里 对对对对 有很少的人力 然后干掉波斯一大堆的部队 就这样子 一些法院 法院是什么 仲裁 就是两个人在相对的概念的时候 产生一些仲裁的概念 有些特殊的法院 比如台南法院是个古籍 也蛮值得去看的 那或者是说 像美国联邦最高法院 他就是模仿罗马式的建筑 还有战争纪念馆 其实各地都有战争纪念馆 很多有比如韩国首尔就有 还有胡志明市 有战争遗迹博物馆 甚至于英国 还有英国帝国战争博物馆 都是这样子 以外 还有欧洲有一个犹太人纪念碑 这也是战争的受害者 联合国一个纪念墓园 唯一的一个纪念墓园 就在 他就是纪念韩战期间 阵亡的联合国 联合国军队的将士 那他是在哪里 在釜山 在釜山 这都蛮值得去看一看 因为我要告诉你说 我们老是跟别人唱反调的同时 有些时候在跟别人作对 因为他作对到最后 到最后就是这样子 就是这种的下场 你看都在对立 现在南美韩现在还在对立 是不是 所以这是要给宝瓶做水瓶做的 你明白人生当中 不是只有作对这件事情啊 跟别人唱反调 无所谓跟唱反调 那些人唱反调干嘛呢 离开他就好了 我们去另外找天地啊 干嘛跟他对立 从这个角度来告诉你 人生要看待这个 要把重要的重量跟能量 放在重要事情上 不是跟别人对立上面 好 那最后我们就来看看双鱼 渺小的概念 双鱼弱 什么叫渺小的概念 就是渺小 但你看到一个我们讲的 第一个就讲火山 但你看到火山这么大的喷发 你算什么呢 你算什么时候 你就不会把自己的那种欲望欲求 或者是自己的对自己的那个感受放到最放到那么大 所以你意思是说双鱼座人有的时候就是 不是太太爱爱 再把自己的那个小小的悲伤都放大了 就是芝麻绿豆大小事都觉得很严重 没有意义啊 对不对 我自己看都心有七心烟啊 芝麻绿豆大小事都放很大 他们也很适合去看一些 我觉得他们也很适合去看那种战战争之后的 也应该战争之后的 他们只会产生怜悯心 他不会产生对立感 那个冲突感 他跟水平都不太一样 好 所以双鱼座就适合去看这种大的场面 然后去想到其实自己真的 多渺小 这地球那么大 地球打个喷嚏 我就一颗沙而已 火山也爆出来了 对不对 比如说日本阿苏火山 还有日本富士山 当然最有名也是个火山 还有意大利的什么 维苏威 维苏威那也是火山的移层 对对对对对 然后巴厘岛还有阿贡火山 阿贡火山 还有黄石公园 我好想去黄石公园 应该去的 那个颜色真漂亮 应该去看看 你不要跟我讲 你跟老公讲 我跟你讲 美国有啊 我上次跟我老公说 叫他去啦 他应该去 我想要明年来 他也要去 因为他也是一个盆地概念 因为他那个地方嘛 还有我们高兴很多 泥火山 你可以去看看 对 泥火山 然后再来什么坑道 巴巴坑道 很多坑道 为什么 因为坑道是一个 在地底下的环境 那那个感受很不太相同 我还好我当兵的时候 在坑道待过一段时间 蛮起座那种感觉的 金门马祖都有嘛 很多坑道在一些公墓 公墓呢 为什么你要 比如说最有名的是 美国阿灵顿国家公墓 你看多漂亮 一个一个 而且都是先烈先咸 所以包含我们刚刚讲 中烈池 中烈池 黄花钢 七十二烈池 黄花钢 我刚有问他 黄花钢七十二烈池算不算 算算算算算 还有斯德哥尔摩森林公墓 有些公墓非常漂亮 而且可以观光的 像日本合格山 高野山奥兹院 也是 还有那个巴黎拉雪之神 副公墓 都很漂亮的 因为你会发现说 为什么这样讲就是 所有的人的灵魂 都是累积的嘛 我们来到这一世吧 这次做好 再往下一世前进嘛 那所以这些东西 还包含 他们甚至叫名人的灵木 那名人灵木在 在那个什么 呃 呃 欧洲的教堂里非常多 嗯 因为呃 塔罗派有一张牌 叫做呃 宝剑寺 宝剑寺就是一个 名人的灵木 躺在那个地方 好所以他们知道 名人的灵木就是 呃上面 就是石棺 就雕割出他最后的死亡的时候 睡在那个地方的样子 那下面是他的那个遗体 是这样子 所以这些都值得去看一看 是告诉别人说 一个伟大的人 他经历过多少的成就 经历过多少的苦难 然后才到才到这里 所以就本身 就让你知道说 你的你你不要去看到自己 哎呀 那么卑微的一些那种感觉 要看到我多么渺小 我还有更努力 要更更大的世界等 等待着我们 这样子好去看 那双人多可以去思考这个事情 嗯 那当然很多嘛 还有呃 仙人受苦受难的地方啊 嗯 比如说你看美国 比如说那个铁路 都是以前华人去帮方盖的啊 嗯 对不对啊 这个就可以去看一看啊 那不然也可以去看一下中横 对 中横也不错 中横也是 打造出中横也是多少的血泪跟性命患来的 以前农民啊 对不对 大峡谷啊 甚至一些地势险峻的地方啊 比如沙漠也可以啊 还有杜拜 杜拜 杜拜是一个全新的地方 是个沙漠的新生地 为什么这样讲沙漠新生地 因为他是再利用的意思 要是你说这个可以让你 你不要只看到自己 就这样子而已 我们可以再可以 让这个地方变得 看起来我们以为他都没办法用 但他其实可以变得很好 嗯 好去告诉你这些 还有一些什么 一些大洞穴的岩洞 好像什么熊本的雪林 林岩洞 好 然后呢 还有基隆的仙 仙洞岩 好 然后葡萄牙 当然有一个很棒的海旁 那个叫贝尔吉尔 贝维吉尔的海滩 海滩洞穴 甚至于是亚利桑那的 林阳峡谷 还有有名的一些蓝洞 嗯 蓝洞穴 克罗 克罗埃西亚的 比赛 比赛沃 比赛沃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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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是一个蓝洞很漂亮哦 这个很棒 双一座最爱的 酿酒圣地 是因为双一座爱喝酒吗 对喜欢酗酒 但是千万记住 开车不能喝酒 喝酒不能开车 没有成年不能喝酒 很重要 还有还有 还有比较容易 比较爱 比较爱喝酒的星座 有啊 双鱼士 是其中一个 哦 还有别的吗 啊 赶快想一下 还有什么别的星座 很多星座都爱啊 对啊 我觉得哪有 但是千万记住 就是不要开车喝酒的地方 很重要 还有一些考古的挖掘场 就是秦始皇啊 林牧 第一个开始林牧概念嘛 对 冰马俑 因为我刚刚在问王子 比如说像什么太极马哈林 这到底是算林牧 还是算王朝 也算王朝 也算林牧 然后还有我们刚才聊到 像金字塔 金字塔也是 金字塔也是林牧 也是林牧 但他也是一个王朝 也是王朝 秦始皇的兵马俑也是 对不对 所以我们要从渺小的意思是说 我们从渺小去看到自己的伟大 所有的伟大都是通过渺小而形成的 这些先先先先烈也是一样 他们都是渺小 他们觉得自己很渺小 但他的未来可以创造出更大的光芒 我觉得创始作常缺乏 去思考自己的未来可以变得更好 所以不是每一天都要安怨感叹自己 这一天怎么就这样子而已 或者人生好像就这样子而已 其实你不去做出改变 完全不会让自己未来变得更好 所以我们要透过渺小去看到自己 有机会变得伟大 好 那请问王子 这个这里面你去了 你去过哪些地方 嗯 因为双鱼座我就顺便问一下 其实我只去过那个 一些名人的林牧 教堂里面的那个 你 我也没有去 我也想去啊 你在里面你现在最想去哪里 我就坑道我去过了 因为我在马祖当兵嘛 在坑道呆过嘛 那我经过金门观光过嘛 我最想去哪里 我其实很想去看那些公墓 什么森林公墓啊 我就蛮想要去看的 还有 其实大峡谷我一直好想去看 嗯 对大峡谷 大峡谷 美国美国的大峡谷 美国大峡谷 我也没去 对应该去看看 就应该把黄石公园跟大峡谷绑在一起 对啊 黄石公园大峡谷 然后还有你看像那个什么 瀑布 大瀑布我也没去看过 我都好想去看 你应该找旅行师绑这个绑 绑起来 绑旅行 12星座的旅行 只能这个星座来 好有趣哦 哎好 这就你接下来的任务了 好好帮我们规划一下 好今天非常谢谢新王子 12星座一定要的旅行 我们今天讲的是下半场 上半场是在3月15号 欢迎大家在YouTube上面哦 就是可以锁定 去3月15号找一下我们的这个飞碟联播网的这个生活同乐会节目的直播 那也跟大家说一下哦 因为希望大家都能够随时的来关注我们 所以请大家锁定我们的YouTube 飞碟联播网的YouTube频道 要跟我们按赞 然后记得帮我们分享 然后也要开启小铃铛哦 这样子才会收到这个即时直播的通知 另外我们的Facebook现在也都可以同时直播 希望大家用更多元的管道让我们来陪伴大家 就爱点你UFO